北京时间8月20日,联盟进入休赛期,已有接近两个月的时间了。 在这段时间内,联盟各队也是分飞进行了各种补强,而但随着各队如今补强工作,分飞进入到了卫生阶段,联盟也是再一次的进入到了平静期。 那么在我们期待着新赛季的到来时,NBA今日就传出了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呢? 首先我们先来看火箭队的哈登,哈登今日是如期在休斯顿,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慈善赛,残赛的球星众多,比如威少,保罗等。 而在格林以关键三分帮助哈登对于G19比G18带走胜利之后,哈登在后也是对记者,说道,有了一个重要信息。 哈登告诉记者,他和他的火箭队友们将在下个月前往巴哈拉,进行一周的篮球和娱乐活动,为即将开始的训练营提前做准备。 哈登说道,把其他那些人都带进来,恩尼斯和钱瓜,就是想让他们在训练营开始之前就先适应,这也是我们需要的。 哈登这边是忙着各种行程,而作为他曾经的队友。 在我们六亿杜兰特今日为什么没有参加他的慈善赛时,其实杜兰特也是很忙的。 这不,今日杜兰特就与两位天才高中生丹姆斯维斯·马芬科菲和课本分享了自己的成功经验,并给了他们一些建议。 杜兰特说道,你们江河威少、库里、欧文在同一片球场打球,所以好好练练中投。 只能让你在联盟里打上二十年,如果你换房欧文,那你的处境就不妙了,因为他会冲着你来,他们给这些家伙两亿美元,他们是最好的,所以你也要成为最好的。 你们有任何问题,随时可以来找我,我就在那里。 作为杜兰特如今的队友,联盟中金玉,也是传出了克莱的消息。 克莱金玉在自家基金会举办,德高尔夫球赛莎,也是透露了许多心声。 比如他希望自己进赛进,能够进入最佳防守阵容,希望自己能够保持稳定。 而在他众多言论之中,他也是不断的强调自己想要终身留在勇士。 克莱说道,我之前已经说过了好几次,我想终身留在勇士,我们已经在商讨合约了。 我认为我们双方都有着相同的意愿,我想整个生涯都为勇士效力。 值得一提的是,如若勇士在2019到20赛季球员不较新的情况下,他们球队的薪金总额可能突破1.74亿美元,奢侈水缴纳额突破1.98亿美元,只出总额突破3.7亿美元。 鉴于此,克莱未来是走车流显然充满了悬念。